以前想起古天樂就會想起 但最近一定想起他監製和主演的香港第一套科幻片《明日戰記》 套戲斥至4.5億 開話日大收366萬 成為今年香港華語片開話日票房冠軍 走勢凌厲 不知道你又想不想起他的英文名呢? Mr.Ku? 不是啦,是Louis 你覺得搭不搭他? 郭俊安是剛剛播完的無線劇《白色強人2》 飾演《明城不醫院院長YT》 劇中和張希文飾演的Yan做一對 好入屋的 結果偏安仔還要大腦山樓要做手術 有機會衝擊第4次視帝寶座 現實中我們叫他做安仔 其實他也有英文名的 登登登登 就是Wordrick了 是不是很不習慣呢? 馬鳴被封為絕種好男人 他跟女友湯樂文拍拖兩年多都很sweet 最近媽媽住看日落罕又放閃 搞到被人吹噴 馬鳴自爆如果不是疫情已經取了靚湯 又說儲夠錢公仔女讀完大學才會退休 馬鳴的英文名叫Kenneth 未知其他叫Kenneth 會不會一樣嫁得過呢? 黃子華在香港動督少始祖 他最近主演的舞台劇 最後禮物叫好又叫做 原來子華臣的英文名叫Dale Dale是阿拉伯文來的 意思是廣闊的天空 男親女愛主題曲 男天有一句是這樣唱的 男男天空高掛我的夢 簡直為他量身訂造 當然啦 因為是他自己填詞的 考下你 想起Bobby 想起哪個男藝人? 歐陽鎮華 對 不過還有一個 他就是… 白兩金 白兩金近年帶著白兩仔不想發展 早前兩仔爺為東莞市 反詐中心拍攝宣傳片 不少網民說白兩仔變得好帥仔 說笑話 不是白兩金襯衫 之前有網民就說 叫Billy的多數都是肥仔 那又不一定的 好像一向搞笑的陸詠 原來都是叫Billy 不過一點都不肥 是不多襯他 那這個名字的寓意 是堅定的衛視 給人印象穩定可靠 又喜歡家庭和小朋友 難怪陸永這麼疼老婆和兩個女兒啦 張志琳在沖上雲宵宵宵 做機師認到合爆 之後大家都叫他 酷摩 亦有不少人叫他中文名譯音 Chillam 你又知不知道 他真正的英文名叫什麼? 就是Julian 雖然都不差 不過我還是喜歡Chillam 多一點啦 鄭伊健的英文名是嗎? 就是伊堅咯 是伊健的譯音啊 不過不說不知 原來伊健曾經用Dior做英文名 嘩!Dior 真是聯想不到是伊健 幸好他沒有再用這個名字 身為節目內容營運總經理的曾志偉 最近復出幕前 主持開心無敵掌門人 那些回憶翻了 到底志偉的英文名叫什麼? 原來是Eric 雖然好像格格不入 不過Eric代表具有權力的領導者 又好像挺適合他 七十一歲的陳百祥 早前宣佈將會告別幕前 又說上個月的《善心滿載人愛堂》 是他在無線的最後一次演出 還說可能去大灣區創業開老人院 不過之後他改口說 會繼續做到年底 一時一樣 那都不及他的英文名搞事 叫Latterlist 很難記 還是叫Latterlist好些